内政部长徐国勇亲自颁发 加载金慰绕金融市警察局同仁辛劳 距离年底选举越来越近 徐国勇特别到金融关心警方查会自报准备情况 不让非法行为影响选举进行 局长是刚刚到任 所以我也必须要来了解一下 他对整个尤其是查会自报的进入状况 我对他有信心 因为电话联系 都已经知道他都有很好的了解跟准备 他也是一位老刑警 所以他在刑事警察各方面 这些正房工作都有相当的一个经验 也当过我们嘉义市的局长 所以在这一部分我对他有信心没有问题 不过我还是来了解一下他们整个准备 还有已经在进行的状况 进行到什么程度也来了解一下 另外对于全国警政系统 突然出现大档机的情况 徐国勇也表示单纯是设备故障 与境外网络攻击无关 这个已经查明清楚了 警政署跟我回报 就已经清楚 就是说对外连线的这个网络设备 刚好坏掉 所以在昨天大概10点半坏掉 那在凌晨大概12点50分 也就是说总共坏掉了两个多小时 那马上更换设备就立即再恢复正常 那他初步也排除 并不是所谓的攻击 不过资安不管是外部的或者内部的设备 都要做到完美 所以在这一部分 我也责成警政署 在这一部分必须 要多多对设备的维护等等 要再多用心 对于中共围台军演的做法 徐国勇也再次呼吁国人不需要恐慌 应该团结应对各种威胁恫吓 相信未来在大家努力下 会有更多的进步及发展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